毛巫肃 毛巫肃 中国四大沙地之一 横更于榆林与诺尔多斯之间 水土流失导致的沙地在这里蔓延 四望黄沙 不产五谷是这里的真实写照 上世纪六十年代 在这座被流沙掩埋一半土地的沙漠之城中 掀起了前夫后继的制沙运动 这一次雷探长邀请两位神秘嘉宾 拨开黄沙触摸五千年前的中华文明 漫步绿洲揭开魔巫肃沙地的消失之命 嗨 大家好 我是冒险雷探长 这一次雷探长将要带一位中东朋友 去一座特殊的城市游玩 那么这个中东朋友 他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你们好 我是胡飞 来自伊朗 我是从2006年住在上海 我一直在做伊朗和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希望这次跟雷探人家在一起出去 更多一点学习中国的博大精神的文化 要知道伊朗是一个能源大国 同时也是文明古国 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城市 也是一个能源大市文明古城 而且我保证你以前都没听说过 是吗 那么想知道是哪座城市吗 等你吗 你说就行 要么这样 我们到了就知道了 走吧 好 哎 胡飞啊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榆林 榆林可是这个陕西的最北边的一个城市 再往北走就来到这个厄尔多斯了 因为这个厄尔多斯它可是这个内蒙古的地界 所以说这个榆它也具有草原的风情 草原的特征 那么现在我就要给你隆重的介绍一下 此次我们榆林行的向导 郭涛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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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榆林 谢谢 你可以说中文 这么厉害 非常的厉害 你会说中文 完了我给你教Chef一话 哈哈哈 这一位呢是我们陕北啊 非常著名的一个陕北歌手叫郭涛 他的陕北歌唱的非常的好 哎呀 郭涛要不然你也给我们唱一唱 唱唱你们的这个陕北 用陕北歌来表现一下对这个外国有人的欢迎 走投投着那个骆驼 有 好听 哦 塞的那个刀 哎呀 带手了的那个凉刺 有 哦 瓦瓦的那个声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骆驼雕塑呢 因为榆林是在沙漠中的一个城呢 往来的这个这个运输都是靠骆驼 而且榆林的这一城市呢 它的那个地图特别像一个骆驼的样子 哦 是吗 对 榆林也叫驼城 驼城 哦 驼城 哦 驼城是这么来的啊 对 所以榆林呢有草原 也有沙漠 还有古城 对 哦 哦 而且我们榆林呢 是全国唯一一个就是皇帝清令城墙 是可以超过北京城墙的 因为这里是九边重镇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 与北京修器与共的生命共同体 所以明代时大量的官员 从北京迁入到我们这边来无数边 现在我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的小北京墙 期待 好 走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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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飞 你作为一个外国人 那你经常应该吃西式的一家 是是是 好 今天呢我们来到这里 我带你尝一尝我们西北的特有的 就是我们榆林 非常有特色的一种中国式的饼 哇 这么多的饼啊 我先看到的是这个 中国式第一 鸡猪 鸡猪锅馅 锅馅 锅馅 它里头是枣饼 枣的 对是枣饼 还有糖 这个都是各个馅的小吃 各个馅 对对对 鱼林各个馅 对 鱼林各个馅 这个呢是特别漂亮吧 对 对 这个特别口口里面有红糖的汁 哇 有馅的 然后这个我就想流眼泪 哎呀是吗 因为小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吃这个长大 哦是吗 那个时候五毛钱 阿姨现在多少钱 现在一块五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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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你现在就吃一个吧 哎呦 哇 哇 哈哈哈哈 我也不知道 走过路过不要走过 进来进来尝一尝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来来来来进来进来尝一尝 要喝这个掉了多久了啊 这个 三十斤 恰不难 做出了这样的肯定很难的 哎呀这次呢 我们一起来到这个很像这个北京胡同 这么一个胡同啊 这个四合院呢 也非常像这个北京四合院 是 甚至我认为啊 其实就是完全是从北京啊 挪过来的一个四合院 然后加在这西北方的这么一个建筑 是 其实我们榆林人也住胡同 住四合院 嗯 像像在榆林老城内呢 这种胡同我们有九十多条了 我相信你们在中国应该很难找到 像这样的一个编赛城市 这个算是沙漠上的北京 回老爷太太 长点胡家的租子 还是没收起啊 那死不成啊 地祖家呀没余粮了 看 把那些的罗子了 都给自己拉回来 成 就这么办 好嘞 人类文明至于茫茫沙海 又是不过昙花一现 眼前的这座榆古城 百年间也曾被流沙扮演 岌岌可悲 而如今 熙来攘往 车水马龙 也吸引着河飞 只把他乡做故乡 文明常在卧野中兴旺 在荒凉贫瘠中落入 幸运的是 今天的我们 还能成骨起筋 作为文明的延续的一份子 继续高歌猛进 数千年前 一个智慧庞大的族群 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 时髦 这个规模达425万平方米的超大型史前遗址 满足着后人对文化遗产的无限遐想 有学者认为 这座史建于居今4300年前的古城 在其500年的发展中 激发了众多发明与艺术创造 这里或许就是华夏人文出祖皇帝的都意 雷探长 你见过玉门台吗 就是说用玉器的摇台 这个门都是用玉做的 神话传说 玉门摇台 在古代的文献里头经常出现过 它的出处是夏代君王杰 他是一个非常腐败的一个人 也不惜工本去修建玉门摇台 也就是说如果可能的话 当时史书所记载的玉门摇台真实存在 这个墙壁和门都是用玉来做的 对 都会在砌这个墙的时候 里边都会塞了很多的玉 在时髦意志 我一辈子第一次见到这个玉门摇台 你们大家看一下这个孔洞 这些孔洞叫任木洞 都是用木头穿过的 它起到一个坚固城墙的一个作用 在北宋时期营造仨师中 我们也有所记载 也就是说这个时髦鲜明 早于北宋三千年 就已经把它用于实践了 是 这个头穀怎么回事 哇 你看这些头穀 它很多都是碎了的 而且也都不是白色 其实我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 都看到过这个头穀 比如说地下墓室 人骨教堂 但是像这样的棕色的还挺少见的 你观察它挺仔细的 据说这个应该都是年轻女性的头穀 这个应该算是二号坑 这样的坑一共应该在这里有六处 是吗 一共应该有104块头穀 都是被烧毁过 烧过了 哦 你们有没有发现 它们都是没有躯干的 这怎么回事 这个是不是一种形状还是 哦 就是据这个数量和摆放的位置来推测 这个一定是在祭奠城墙的时候 有一个斩首仪式 这个也是在历史上一支最早的活人陷阱 哎呦真的是太残忍了 对 对 我们现在所来到的这个位置呢 这就是时髦一支的外城 也就是说在这个方位的朝向 正是四千年前下制日出的这个方位 哇也就是说四千年前 时髦鲜明就已经掌握了丰富的天文立法知识了 这就是我想让大家见证历史性的一刻 亲身的感受一下四千年前的下制日出 这时刻非常值得纪念 昨天再一次 你在在的那一遍 在这个流流沙滩 想一声个个儿那么巧妾 美的心里糊涩 当太阳升起 光线从山那边照过来 我仿佛看到了四千年前 时髦鲜明在东门门道鼎礼膜拜 祈福祝道的画面 也许就是从那一刻起 对太阳的信仰便深至于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中 黄色在中国代表着贵族 贵为天子的人才能够使用黄色 所以说这个黄色是至高无上的 黄色台是一座巨型的二十层金字塔式建筑 它和埃及吉萨大金字塔同时期建成 高度是吉萨大金字塔的一半 但它的基座是吉萨大金字塔的四倍 这里有八万平方米的储水池 有自己工艺作坊和祭祀庙堂 这里就是黄城台 如果说我们刚刚看到的东门遗址 是老百姓住的地方的话 如果说时髦在那个时候有王的话 那么这里就是王的基所 哦 这么说已经开始分阶层了 分阶级了 这应该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的一大标志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里好像跟金字塔是一样的 接下来我带大家看一个我们的镇馆之宝 往这里看 你们见过这个吗 哇 这个真的造型非常奇特 然后这个眼睛特别大 寓意是它能看得很远 就像天望远镜一样 这个嘴特别大 它可以吃很多东西 所以说老祖宗非常崇拜这样的一种形象 我刚刚看到这个 对 我就想起我们在我们伊朗的西北方 跟这个一模一样 但是有一个地方不一样是它没有嘴 是一种石雕差不多这么大 这么大 然后一共是280种 黄土高原之上黄沙封尘之中 为何诞生的仙明 聚居繁衍500年的城池 旭日朝阳 唤醒沉睡了4000多年的石雕与骨气 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石破天惊的史前文明画卷 我心中的一切疑虑也都烟消云散 思绪也被带到了曾经那片水草丰美 牛羊成群 孕育着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发祥地 公元419年 东晋正式灭亡的前一年 在茅乌苏沙漠与黄土高原的交界处 一座当时世界最坚固的城池 统万城正式竣工 它是匈奴族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一座 也是最后一座城池 同样还是匈奴族在世界上留存至今的 唯一一座城池 同年匈奴领袖赫连伯伯登基称帝 定都统万城 大家看这里就是沙漠的王城统万城 是 这个也是我们中国境内唯一的一座匈奴城 也是沙漠古都 为什么是白色的 是不是很漂亮 这里很突出的 是 当地人当时把它叫白城池 月光下会显得更加的白色 更加的圣诗那种银白色 非常非常漂亮 雷天长也去过像匈奴族这样的国家 因为我们知道匈奴族流传很多匈奴族 很多遗风一俗 在匈奴族 在匈奴族大街上有很多这种白色的建筑 很有可能 同样城的跟上白风俗有关 大家看这里有一棵树 这棵树最奇特的地方就是它的根部 半裸露半扎根于这个城墙上 这一带的气候可是非常干旱 而且是坚硬的这种沙土层 这棵树居然能够存活下来 哇 下来了 大家看这边已经到了图万城的当时王城的大门了 敌人一定要攻破这扇门才能够来到整个大城池里面 所以要问成 我刚刚发现周边的沙子都是黄色的 那这些白的这种原材是从哪里来的呢 当时他们用的是我们白色红泥 还有混合性的石灰 还有石阴沙 然后被蒸土铸成 然后造建了这个城 而且据说它这个技术最早诞生于明代 后来匈奴人把这三合土的技术 整整提前了一千年 对 最我所知 匈奴是一个游牧民族 那他们为什么选择这里 而且为什么选择要盖这个房子 在这里固定有材料 这也是我想跟你说的 在我们中国历史上 匈奴和历代统治者对峙 都没有留下过任何城池 但是统万城池唯一一座 它是匈奴的游牧和汉人的农工结合的唯一见证 对 有什么东西就是毁灭了这么皇冠的一个城市呢 你看你看到处的时候这个沙漠 让这个地方唐朝的时候就开始荒漠化 对 而且呢这个沙漠呢它又像这个病毒一样 它可以向四方的扩散 再加上不断的这个连年的战乱 加上这个天气的恶化呢 对 让它最终的变为了荒漠 对 统万城 如今这座屹立在浩瀚沙海中的废墟 讲述了一部历时1600年的沙漠王城兴衰史 它曾经也满载着国家的荣光与期待 而无情的黄沙却让这里的文明走向干涸 千年里时光荏苒 在距离统万城近百里的地方 新的力量正在牢牢的扎根于沙漠腹地 滚滚黄沙已被四散蔓延开来的绿色所束缚 上世纪七十年代 深受白天点油灯 夜里埋活人生活之痛的老人郭成旺 依然承包了离家三十里远的4.5万亩黄沙 开启了艰难的制沙生涯 那时的他已年近六十 现如今郭成旺的儿子孙子重孙四代人 依然坚守在沙漠中 4.5万亩漫漫黄沙已经变成郁郁树海 我想带你现在去拜访一位老人 让你切身的感受一下什么是制沙的坚守 是吗 好 这是百岁老人的孙子 你好 你好 是您啊 可以可以 郭老师 对 我是孙子的 今年五十一来 五十一 五十一 看着很精神 看不出来 要不然我们赶紧去看看这个白色老人吧 我们想看看去看看爷爷 好 我爷现在学起 晓到好 一百岁来走路不住轨棍 这个房子是我们10年摆过来的 1999年在后面盖的是土房 第二是16年 我们熟的16年才 通的电 16年通的电 几年就没有电了 没有电 16年以前 一直盖的是没有灯 看到已经了 您好 你好 你好 好 看我啊 干什么 哎 郭大哥 嗯 这个怎么挖呀 这个你先从前面这么的踩一下 踩一下啊 踩一下 好 在后面再挖 对 好 就像刚好是一个形 对 对 对 这棵树就是我爷子的第一棵树 第一棵树 活得化了以后 我们才大面子树的 一千棵树苗 活得就这么一棒 这位是 这位是我父亲 哦 你好 你好 我在这里要问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因为本身这个植树非常很艰难的一个事情 嗯 那为什么老人鼓励他们来做这个植树的这个事情呢 咱们如果不这里的话呢 现在还是出沙漠 我们把这个植树 对 对 我们这时候都出了海水 啊 我们要把我们这海水要变成北溜了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一家族 家族要往前走的 对 沙漠的石情就是这个样子的 水分也很稀少 那么它在这个沙漠里头生长呢 本身就非常困难 那它也需要有人照顾 如果说他们走了 那剩下这些树林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要继续 坚守 嗯 要坚守 我代表我们伊朗人 对中国人的这种自豪还有意志 我没有办法 但是只能抱抱你 嗯 谢谢 哦 谢谢 非常非常感动 嗯 嗯 郭大哥 平时啊 你们都是怎么吃东西啊 在这地方 平时我们这儿吃东西 露特鱼 平时就树辰小牛奶 我们坐下鲜一顿 醋活的吃点 我这车上还有些吃的 咱俩也吃点吧 哎呀 郭大哥 来 来 哎呀 来 来 来 暮色来袭 林地通向外界的小路 也引去了踪迹 出于安全考虑 我们再次回到郭老家中 跟老人共同回忆起 四十多年来的制杀经历 这位与党同岁的老人 在九十岁时申请入党 目前也是中国最高年龄入党的党员之一 东方黄太阳儿生 中国出了个某个毒 他非人民 谋幸福 富而非有 他是人民大救星 当我们此刻 坐在东方红的诞生地 陪郭老重温这首 从地面唱到太空 传唱达半个世纪的歌曲 我竟也有了穿越时空的感觉 而郭老的眼神中 也有着难以抑制的激动 久居野外 生活轻浮 为了给夏日长夜增加一些乐趣 我们打算为老人 搭起一场户外电影 以这种特殊的方式 向这位新时期的 致杀鱼工致敬 我告诉大家 这个就是现在的毛巫苏沙漠 哦 美吗 非常非常 有有沙漠绿洲的感觉是吗 哇 真漂亮 哇 真漂亮 哇 真漂亮 哇 慢一点 慢一点 嘿 没有想到在沙漠之中 有这样的草 感觉很激动 所以它也叫做 你看 就是我们中国人说 沙漠绿洲是吧 对 确实没有想到 在这个沙漠里面 嗯 有这么多树 还有水 对 非常非常非常震撼 震撼 是吧 哎 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 那部电影叫 我和我的家乡 哎 看过呀 哦 去看过吗 看过 我知道 我今天呀 就要带大家去看 见这个 我和我的家乡中 邓昌扮演的这个 乔树林人物原型之一 他叫张应龙 他种了大概有四十五万亩的树 什么 四十五万亩 对 他足足是这个过程往 他承包的十倍呢 对 科学致杀嘛 哦 对 那个就是另外一种运作模式了 所以你们先一看 就一无两人 就全都知道 哦 是是 那我们赶紧去吧 这次呢 我们所拜访的 跟这个郭承旺老人的 完全不一样 郭承旺呢 他代表的是一种 几代人坚守自杀的精神 而张应龙老师呢 他代表的是一种理念 科学自杀的理念 对 张老师 最好 哎呀 这个就是张老师 这是雷探长 这是何飞 你好 这是何飞 九阳大名 九阳大名 这是我们的小麦田 小麦田 对 规模化现代化的一个农村 做画盖设施 这个是一个二氧化碳碳头 我们测这个植物吸收了多少二氧化碳 就是做那个碳巡活 把这个圈住以后 观测里边的维森物的变化 这是个小的亲小子 哦 亲小子 安装了这么多的科技啊 我们在科业上每年的专利特别多 像去年我们的科业团队一年发了S465 就发了150匹 何飞我跟你说 这是我搞的一块挺种事业的长命扁桃 你看就长命扁桃的那个果实 这个果实我们主要用它来榨油 而且是能做食用油 果实的含有量特别高 而且它这个油炸出来以后 不饱和自发酸能达到98% 弥补我们在制撒造流过程中 经济效益低的问题 把这个作为一个市场化的一个产品 对 在伊朗也有这种树木 但长的样子和这个有点区别 但是它们本质上是一个客人 一个家族 17年前 张应龙辞去外企高管工作 一头扎进毛五素 承包了45万亩沙地 开始了漫长的制沙之路 他创新提出稳定沙漠 形成产业 循环发展的制沙理念 他建立科普生态文化教育基地 推广沙漠养殖及种植产业 让制沙造林带动周边农民支付增收 使制沙事业驶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 这只沙漠蜥 他们当地叫做沙和尚 浑身的颜色跟周围的沙土的颜色 非常的相似 能够保护自己 他屁股后面连着尾巴的是成黄色的 何飞 我现在带你到我们这个料瓦塔 森林坊火运 过去这个地方都是茫茫的沙漠 我们用了近20年时间 现在把它的植卫覆盖度 从3%提高到65% 在2019年的时候 评为中国的七大最美沙漠之一 别的沙漠是沙漠的漂亮 我的这款沙漠是绿色的漂亮 在沙漠里边是很高兴的 因为它每年给你的变化不一样 一年长一截 一年长一截 长一截就是给你带来无尽的希望 所以有时候回想起来 自己老在沙漠里边 对自己的子女反倒有一些愧疚 我经常有时候一年 就是我妻子嘛 一年有时候在一块待不了一个月 所以对他们的家庭的付出是有愧疚的 但是就像今天一样 我一直带着你往这一载 把什么都忘了 心里边觉得我是应该的 因为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民族 自己的祖国一定要有担当 要有这种付出 国家才能强大 你也知道中国文化传统里边 家国情怀 我就是在这片茅塑的沙地上 书写了我张晕露的家国情怀 罪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在这场旷日持久 人尽沙退的制沙战役中 一代代制沙者们失智不渝 凝结成璀璨闪光的 鱼林制沙精神 两手孤城千秋中涌 随时光流失的是 或繁华或蜂火的历史云烟 彰显的是鱼林撞怀千里的气魄 走进沙漠走出沙漠 在了解了毛巫素前世今生的过程中 我们见证了鱼林从水草丰美 到土地退化 再到绿树成荫的整个过程 我不禁感叹到 鱼林这是一个文明诞生 且延续的地方 一个用生命横刀立马的地方 一个用倔强 种出地律天蓝的地方